施政报告提出港车北上计划 比合资格的香港私家车无需配额 经港珠澳大桥进出广东省 政府就说正和内地商讨具体的安排 粗暴计划每次入境内地不多过30日 自驾到广东在望 市民想做些什么呢 可以上去逛逛逛逛逛 而且车不用再局限在香港 有机会可以进入大陆 真是应该是好事的 很新鲜 试试也好 他有机会逆线行车 以前我回大陆玩 都看到这些事 施政报告提出 在屯门赤立各隧道通车之后 容许合资格香港私家车 无需配额下进出广东省 政府说正和内地敲定安排 每次入境内地之后 是可以连续停留不超过30天 而每年在内地累计可以停留的时间 是不超过180天 我们相信有关的建议 是足以满足香港居民到广东省 作短期的商务探亲或者旅游的需求 我们的目标是尽量简化申请程序 和降低手续费用 消息说到时司机和车都要申请内地牌照 会是一款全新牌照 而不是现在常见门槛高的中港牌 香港保险业联会就说 现在中港车要买足两地车保 联会正是同保监局研究 扩大香港保险公司投保范围到内地 等日后买了香港的第三者保险 就等于在内地投保 香港我们一个以外事故的最高保障额 第三者责任的保障额到1亿港元 而内地最近也调高了保障额 大概到20万人民币 所以你看到因为香港的保障额比较大 可以做到一个香港的保单 我们觉得再买多些保障在大陆那一边 对车主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买一个保单就够了 联会预计新增的额外保费不会太高 《无线电视机者关可围》播导